中华电信环球卡 让你一张SIM卡 就能拥有多国门号 从此你出国 再也不用换手机 也不用换SIM卡 更不用付高额的漫游费了 多国门号 一卡搞定 前个礼拜在参加一个婚礼的时候 生要碰到一个好朋友 我跟他换了名片以后 我一看他的名片上面 有印的中国移动的电话号码 台湾的手机 中国移动的手机 香港的手机 新加坡的手机 我就问他 你在用这个东西啊 他说你知道这多神奇啊 我这一个手机 就里面有四个国家的号码 当地人就拿起电话来找我 所以根本没有感觉到 我离开他的国家 一个公司总务的角度来看 我都希望业务单位 能够拿到这个收据 有些义附卡是 可以拿得到收据 有些义附卡是 连收据都没有的 那我就要想尽办法 帮业务怎么样去跟公司报销 自从这个中华电信的 环球卡推出了以后 公司同仁的出差 他每到一个国家 就会有一个固定的电话号码 所以我们不但在联络上面 在这个审查账单上面 其实是省掉 很多公司的管理的成本 时间的成本 非常非常非常好 我应该是大家所谓的台商 每一两个礼拜就要往大陆 或是国外去 每一次下了飞机 就常看到别人 他们就忙着在换 手机上的SIM卡 我到泰国去 我到大陆去 都是会把那个SIM卡换下来 那后来有一些时候觉得 这样子不行的找不到 就带两只 那后来你要去的地方 一增加的时候 可能变成三只四只 为了让我的客户 随时能够联络得到我 也只好这样子了 我是有国外的在地的门号 那在地的门号代表的是 我的朋友 我的客户 他要联络我的话 他只要打我的在地门号 对我来说 跟我有一个当地的office 是同一个意思 平均每几天 我就要飞不同的国家 有时候会租上一两天 像我男朋友 或是朋友打的电话 我都不太会接 因为漫游费真的好贵喔 像我都会飞固定飞的 大陆香港那边 我就会办固定号 新加坡 瑞典 还有泰国这些不常去的地方 我就没有办固定号 不过环球卡还是会寄给我 一组临时的号码 在当地做使用 虽然我打电话 也会变成当地的电话费 I am a jersey designer I'm based in Taiwan I manufacture jerseys throughout China And different parts of Thailand I often have to travel there If kindergarten And visit customers Or see how my factory is doing In the past Roaming charges Were very high And I own a successful business But I still want to cut corners Where I can When I heard about the Cheonghua Telecom plan, I thought I'd give it a try. And so far, it's saved me close to 70% on my roaming charges. What it comes down to is that if people can't reach me, my company is going to lose money. And it could lose a lot of money. And not to mention the money I save on roaming charges. 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什么 任何商业专业选到澳大利亚 必须有 其实你可以直接打没关系 因为它有中华电信的一个环球卡 漫游费是它之前的三分之一 我觉得还不错 让我听了之后,其实我自己也办一张 虽然我不常出国 可是其实可以让我在各个国家的客人 都可以找到我 而且它在新加坡也可以打我新加坡的号码 而不用打我的长途电话 其实对客人来讲,我觉得感觉更亲近 我觉得这个产品真好 这怎么能够真实呢? 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服务 我并不认为能够存在 但现在它是做的 我非常幸运地使用它 中华电信环球卡就像变魔术一样 让你的手机美到了一个新的国家 一开机,就自动变成当地的门号 出国,不需要换SIM卡 也不用带好几只手机 让你因为拥有当地的在地门号 在一只手机上 享受了在地化的利益 商机跟方便 更可以节省70%的电话费 以后再也不用去买衣服卡了 中华电信环球卡 现在免费送给你香港大陆的当地门号 就这么简单 这么好的东西 你还在等什么呢? 中华电信环球卡 多过门号 一卡搞定 你之后 你会疯了 了? 而有了吗? 我会 digamos 你会不会被打掌? 你不得了? 我会不会给你 你会不会被打掌?